坊間最近這兩天流出來的方案 是偏幫勞工界 雙界絕對不能接受 我相信勞之雙方最終都希望一個 是長久永遠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 而不是一個過度性十年十二年後 這個問題還在 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而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對香港和諧社會絕對不利 我問問特首 這個方案現在政府還沒有拿出來 是否可以一個永久解決的方案 而不是一個過度方案 我們一直在強超音對沖這個議題上 都是希望找到一個長久永遠的方案 所以剛才中議員提到那個 十二年那些 就只是這個方案裏面其中一個設計的元素 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可以長久解決了 這個強積金對沖的議題 不過我不知道中議員 你有沒有掌握這些數字呢 今天即使有強積金對沖的安排 不少僱主在處理法定的遣散費和長伏金的時候 他都不是全部百分之一百 靠強積金來對沖的 他是要自己企業再拿些錢出來 才能夠滿足到他法定的要求 所以如果一個方案一定是需要百分之一百 不需要僱主自己再當他要遣散 或者要給長伏金的時候 由另外的第三者或者某一種基金來給 這個其實跟今天的做法是有所偏差的 所以我希望中議員明白 我們是很有決心 希望找到一個勞資雙方都能夠接受的方案 但是這件事是不應該再拖下去了 因為已經拖了很多年 我自己覺得今屆政府是有能力 有政治的決心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稍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會跟相關的持份者去介紹這個初步 我們現在看到可以長久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的細節 現在坊間傳出來的方案 就是商界要1% 1%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60億 就是說如果用12年計 商界是要付出720億出來 而是沒有解決這個方案 第13年就將所有責任放回去商界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不能接受的